政府官員犯錯 他一直不肯認錯 所以這個案子你可以發現說 何犯人檢察官他的不實起訴書 哪來當作苛催的證據 那國稅局就開稅單 稅單也是違法稅單 後來我們再經過抗爭 六個年度有五個年度歸零 但是那個年度他現在講說 沒有辦法 最高行政法院已經判決確定 他有他的計判例 那行政執行處說這個判決還在 那我就要執行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行政執行過程 他的執行官負有審查的責任 但我們這個案子我發覺說 他沒有盡到審查的責任 因為六個年度 五個年度歸零 另外那個年度還在 那顯然是一種叫違法的行政處 他應該那個時候就要剎車 但是他為什麼一直往前推 一拍二拍到後來就財產就拿過來 他的意思說叫你說多少繳一點 然後他領的獎金他們就不用退 那大家通通就說等於說一扁叫做欺騙人民 他說我是依法在行政喔 因為有最高行政法案的判決 他有那個計判例在啊 所以我行政機官這樣做就沒有事 但他沒有想到說在這種執行官他沒有盡到審查的義務 所以我認為這個案子到現在 我們如果說心甘情願給他沒收 我認為人民的力量就會被他看扁了 所以我認為說應該要告 告這種行政執行官沒有盡到審查的責任 因為行政一致性這個不是說一般法律原則 這是一般叫做法律的邏輯 而且在憲法上也應該這樣 否則我們的行政法規行政程序法通通是騙人的 這個案子很特別 因為行政執行署這個署長啊 跟那個起訴的那個侯官的檢察官 之間應該有那個私交的存在 所以他那個行政執行署的署長才一直挺嘛 反正我就一直往前推嘛 推了造成事實 財產就拿過來 那這樣的話他們以前那些 就是說領了獎金也不用退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案子 是叫做台灣在人權史上 一個很很恥惡的案件